中国的微博成了反腐的主战场 在微博上匿名或实名举报贪官淫官的例子不胜枚举 官员因此落马的也为数不少 中共十八大后十多名受中纪委调查的官员中 超过半数与网络实名举报有关 分析指出这股网络反腐之风 只是中共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打击 真正的腐败中共它根治不了 近年来中国民间反腐以从传统的举报信访等方式 逐渐转为网络实名举报 并形成中共体制外一支重要的反腐力量 十八大后在中共第五代党魁高调惩治腐败的背景下 中国网络反腐更是风生水起 在过去三周中共中纪委对外公布的落马官员不下十一人 包括政厅级官员雷正傅 探员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利 另外还有官员涉嫌强奸女主持人 人大代表拥有四七十子等案子也都来自网络爆料 11月20号 重庆北被区委书记雷正傅因微博举报 淫乱视频被曝光 23号被免去职务并接受立案调查 11月24号 黑龙江双城市人大代表 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孙德江 被电视台女主持人网络实名举报说受孙要挟要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 随后 孙德江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和免去总经理职务 几天后 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 被情妇公开承诺书 山东省纪委以立案调查 12月6号 北京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 在他的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 并且详细指控了刘铁南的腐败事实 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分析 目前网络上刮起的这股反腐之风 实际上是新的班子做出的一个新姿态 借着反腐把政敌打下去 十八大前后 胡锦涛和习近平在讲话中 都警告中共官员 腐败不除将亡党亡国 可是法学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赵远明指出 中共政权就是通过纵容官员 在专制下获取额外好处 来维持它的政权的 真正的反贪 速贪 反腐 真正要依靠的不是党内的监督 因为党内监督机构实际在中共来说 就是像一个摆设似的 它没有一套的机构 没有一套的制度 没有一般真正为老百姓工作 毛福利的这么一个工作队伍 但是老百姓眼睛是亮着 而且老百姓往往是贪腐的直接受害者 他们往往提报的 证据也好 资源也好 时间地点也好 更具体 更可信 目前 中国有超过3亿的微博用户 加上网路发酵 媒体跟进 十名微博举报刮起的巨大旋风 以形成中国民间反腐风潮 李元华指出 今天中共的官员无关不贪 网路举报几时上百 起不到任何作用 对中共这种不要抱着太真正的幻想 觉得它可能要真正反腐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 每一个中共的一幻一届都要做出一些深思之海 但实质上是越反 腐败越厉害 因为我想这一届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 因为中共的体制决定 不过 赵远明认为 网路反腐是一个新的趋势 至少可以将那些贪官营官们再难遁形